欢迎收看2022年7月5号 星期二的活力加油站 你好 我是黄俊斌 大家好 我是郑文斌 让我们继续为大家点亮生活每一面 那今天要探讨这个课题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 或者可能有些朋友不喜欢就非常不喜欢 他可能会有比较极端的 对 比较两极的 那在这里就要问郑冰喜欢吃榴莲吗 非常喜欢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题要探讨的就是这个榴莲 但很多人就好像我的话 我们郑冰我们都很爱 那爱的人就会很喜欢 但是有些人一闻到那味道他就会觉得 好恶心 但是大家知道吗 榴莲原来一生都是宝 马上进进今天大主题吧 一年一度水果之王榴莲的季节又来临了 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许多档口正在售卖榴莲 但是榴莲气味浓郁刺鼻 味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 加上其价格昂贵 所以让一部分人对其避而远之 然而榴莲其实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从中医角度来看 榴莲具有强身剑铁 缓解筋痛等功效 甚至还有一粒榴莲三支鸡的说法 是个大补之物 整个榴莲从外壳到榴莲籽 都具有丰富的功效和作用 究竟榴莲能当补品吃吗 又有哪些药效和使用禁忌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交战 与中医师一起来了解 榴莲不为人知的功效吧 是的 说到榴莲浑身是饱 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 沈伟霆忠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好好的说到说到 到底这个榴莲的饱 饱在哪里 沈医师你好 沈医师好 好的 首先我们现在谈谈 我们都说这个榴莲 好像营养成分挺高的 或者是吃了其实还是挺饱的 很有饱足感 那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里头的这个蛋白质 还是淀粉类是非常高的呢 我们说到榴莲大家知道热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榴莲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算是果王 它该有的营养都有 它该有的这种微量元素的营养 它也是有的 那么最主要的饱足感来自于 你这个食物纤维其实是蛮多的 对 还有我们讲它的糖分也高 然后它的这个淀粉其实也是蛮高的 沈医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什么一个榴莲等于三只鸡 对 是不是真的是到这么夸张的一个程度呢 那我们要把这个想法放回我们以前古代的时候 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 其实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记载了榴莲的功效了的 那榴莲为什么这么好呢 那么以前的话鸡肉是很宝贵的对吗 以前不是随便能够吃到鸡肉的 对 过年过期才有 对 所以鸡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补的东西 那么再来榴莲也不是说当时中国里面是有的 我们说也是从我们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引进进去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会更加珍贵 那么比鸡肉更加珍贵 其实只是说明它非常的补 它这个营养成分很高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 我们有比较过它的这个营养成分 它的这个脂肪跟它的蛋白质其实是不对等的 还是鸡肉会比较好的 鸡肉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 对 了解 那如果是要相比较的话榴莲里头最高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淀粉吗 是它的糖分吗 还是 淀粉其实就是糖分的一种 那么它其实淀粉还是算蛮高的 OK 所以最高的还是淀粉 并不是蛋白质 对 没错 OK 是 那我们说这个榴莲浑身四宝 我们就从这个榴莲果里面先来看 当然大家最喜欢的一定是榴莲肉 我们先说榴莲肉好了 榴莲肉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味道非常的浓郁 对我来讲是香的 然后吃起来非常甜美 非常有饱足感 然后也有人说它是热气的 很容易上火的 那从中医的角度 这个榴莲肉的功效到底到哪里 我们说榴莲肉胃干 基本上甜的东西都是偏温一点的 但是榴莲非常特别 它是属于热的 就是非常热的那一种 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种饱足感 甜的这种 我们说榴莲基本上对人家来说是黏腻的 稠的 只要是稠跟黏腻的 它会让你有饱足感 毕竟消化它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那么糖分越高 其实它的这个我们说 能力更多的 所以它会有让你很吃饱 然后又非常的有精力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 其实我们有没有说 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 榴莲最好不要在晚上吃 因为好像刚刚你说的 吃了你会有精力 对 你会有活力 因为里头的那个淀粉值很高 对 那么晚上基本上不建议吃 尤其是我们说八点之后 那个大家都要睡觉的时间了 基本上吃了 大家也不可能这么过来 才吃一颗 吃两颗嘛 对吗 是 基本上一吃都是吃一颗 两颗这样子算的 那么基本上吃太多的话 其实对你的胃部不好 它会让你胃胀 那你其实晚上很难睡眠 中医说其实胃不好 或者是有食物的状态之下 晚上还会干扰你的睡眠舒子的 沈医师 我其实听过一些女性朋友说 如果在生理期的时候 有这个精通的问题 那吃一些榴莲 这榴莲肉其实可以帮助缓解 这方面的不适 那首先呢 精通是属于那个寒性的 吃榴莲才会有效 你说它是我们说湿热性质的 它吃榴莲下去不得了 所以它是有分别的 要看体质而定 对 跟体质有关系 那其实如果说榴莲肉的话 基本上它的功效会是有哪一些呢 榴莲肉的话我们说 大家知道它是热的嘛 那么它就有一个温阳补益的效果 那么它里面我们说 包括它的榴莲籽榴莲 它有一个健脾益气的作用在的 那么刚才像君彬说的 它是热的嘛 那么它对于痛经 寒性的痛经的 这些女性们其实是有帮助的 还有我们说常常肚子冷啊 觉得胸口冷冷的啊 这些人吃了也是觉得比较舒服的 但是也要看体质而定 对不对 对 没错 是不是说这些人就可以多吃一点点呢 比正常的人吃稍多一点点吧 我们刚才在制作上看到也有说 便秘可能也是会有缓解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就是这个榴莲肉 对 刚才我们 它不是热吗 对啊 但是我们说便秘也有分气虚的 还是阳虚的 还是我们说是阴虚的这种 那么刚才我们说是热的嘛 那么我们现在研究也说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这个膳食纤维 其实对于阳虚 尤其是像我们说大部分的老人家 它对于吃榴莲会帮助它改善这个便秘 但是前提是也要同时多喝水 对 原来是这样 我现在知道了 我就自己本身会发现 吃了榴莲之后好像挺通畅的 但是那个暂时级微高 好 那我们谈过了这个榴莲肉 现在接下谈这个部分是非常有趣的 其实这个在这几年 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应该是这几年 大家才眼前一亮 就是榴莲壳 我们看到有人拿榴莲壳去煲汤 或做其他的这个处理 对 或者我们吃了榴莲肉之后 通常我们会拿那个壳 然后放点水 甚至放点盐 这样子来喝 其实它那个榴莲壳的功效会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先说那个放盐水的 在中间的角度 盐其实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在 那么基本上喝了没这么上火 其实是来自于盐水 跟你放不放在壳里喝是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纯粹是仪式感 对 大家就这样流传下去 是吧 那么榴莲壳本身 我们不是吃那个刺的部分 我们是吃里面那个白色的壳的部分 对… 可以吃吗 现在其实研究不太多 但是在中国广东这一区 他们其实是煲汤的一个地区 对吗 是 所以他们就习惯把这个白色的壳 拿来入汤 我们泡茶也有的 对 我第一次接触 来自中国广东上的一些朋友 或者香港的朋友 他们说你们的榴莲壳拿来煲汤 我就开始在抓头 榴莲壳怎么煲汤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是 因为基本上我们吃了 那个果肉之后 其实都是丢了 对 就不会特别拿来 所以我们才说榴莲一身都是薄 那如果这个壳的话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 那个壳基本上我们说比较主要的 还是以一个清热、立湿、健脾为主 那么它煮了之后 有些人说有点板栗的味道 栗子的味道 但是量不能多 栗子也是有一个健脾的作用在 健脾液气 那么健脾液气气垢皮好的话 我们说气血通畅 它又达到一个养颜美容的效果 还可以滋阴、滋润、养肌 美肤、美容、滋阴、美肤之类的 真的没想到榴莲壳有这样的一个妙用 好 那外面说了 里面也说再说生一层的 就是这个榴莲籽 榴莲籽又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榴莲籽其实在马来西亚真的不常见 比如说榴莲籽如菜 每个人就真的可以吗 那么还是回到我们说中国广东区这个地方 他们还是把这个榴莲籽来蒸熟之后 或者是我们放入汤里面煲汤 当然要把那个榴莲肉先洗掉嘛 不然那个汤都是榴莲的味道 对 那么主要都还是以一个健脾为主的 健脾 可是我们它只是这样子煲汤 但我们不会吃它那个种子这样子对吗 不可能吃的吧 对不对 吃不了 它不像好像成不大 对 成不大我们可以吃 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吃的对吗 对 没错 所以大家今天长知识了 榴莲壳 榴莲籽 这个还有一些妙用在这边 那沈医师有一些观众去提问说 我们说到这些榴莲壳 榴莲肉 还有榴莲籽的功效 那不同品种的榴莲 它在这方面的功效会不会有差别呢 那主持人认为呢 我不敢说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品种很多 有些苦味的 对… 有些可能比较粘稠粘的一些 有些是干包之类的 对… 我自己可能个人觉得 可能如果是更粘稠的话 那种糖分可能更高 对 補的成分可能会来得更多 但是我们说 榴莲吃下去的味道还是以甘甜为主 不管它是苦的还是浓稠的 那么甘甜在中医的角度 还是以一个热性为主 还是…所以你说不同品种 它能够差的多少的这个 补益的效用呢 暂时是未知的 需要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 是 好 现在回到我另外一个问题 我很想问 其实吃榴莲有很多种方式在马来西亚 其中一种最经典的方式就是 捞饭一起吃 我这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也不太能接受 我觉得好饱 那你…我主要是这么想 我们通常吃榴莲的时候呢 分量都会很多 是 那我想请问从中医的角度 像我们这样的吃榴莲的方式正确吗 其实不正确 不正确 对 是吃少了吗 神医师 吃太多了 那我们说营养学 包括中医学 我们都认为每个人 其实能摄入的量其实不同 不同的 最简单、概括的、建议的食用量 其实就这样子,两瓣 太少了吧 手掌这样子两瓣 就所谓的两包的意思 对,两包的意思 是 那通常我们好像吃整粒 对,我们通常回来就是 来,买了四粒,一人就一粒 对,真的是这样子 它是可能你们体质不属于非常热的那种 你让那些体质非常热 他可能吃一颗,他就完蛋了 就受不了了 对,他就受不了了 但是建议量其实就这样子而已 不能多 为什么它的份量要拿捏到这么准呢 原因是什么 我们说糖分 还有纤维 还有这个热量 这些都是营养的考量来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有热量 然后有蛋白质 又可以让我们饱足感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样 就是这一餐 可能我的午餐不吃 我只吃榴莲 那我可以吃得多一点吗 当然我们不建议用水果才取代一餐 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一餐吃了特别多的榴莲 那么就别吃正餐了 就自己稍微控制一下 对,稍微控制一下 那沈医师照你这么说 有没有一些群体或者一些人士 它是不太适合吃榴莲的 那么说热嘛 非常热的话 糖分也高 那么我们先想到的都是我们这个三高这一组嘛 高血压 高血糖的这一种 是能吃 但是要非常地小心他们的这个摄入量 因为毕竟热量太高了 还有这个糖分太高 所以这些都是要控制的 那么包括这个孕妇我们说的准妈妈 准妈妈的话 我们说太热的话身体不舒服 她又不能用别的方法去下火 不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那么还要照顾她的这个孕晚期的糖分 血糖太高其实不利于胎儿 而且孕妇常常会有糖尿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要小心的 OK 可是在这边我想要特别讲一下糖尿病 因为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曾经有一个朋友 就真的是因为吃了一整粒榴莲 她本身是糖尿病患者 吃了一整粒榴莲 结果就没办法要锯掉自己的脚 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观念 这个榴莲是很可怕的 特别是对糖尿病患者 但是如果糖尿病患者嘴馋 真的想要吃 可以吃的份量是多少呢 这要看她的这个血糖标准 可能你说你母亲的朋友 那个时候已经是很严重了 血糖药已经压不下去了 那么她吃了她肯定就完蛋了 因为如果说你说控制得好的 那么还是两半 不能多 对就吃一吃有味道就好了 是 那沈医师比如说有伤风感冒 这些朋友的嘴馋 现在榴莲季节通常都会伤风感冒的 对不对 天气的关系 可以吃吗 当然中医的角度是不建议吃的 因为中医说有外邪的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先散血 散血之后才吃这些我们说 补医非常重的 黏腻的 不然我们说你吃了之后 会把这个外邪困在身体之内 那么她这个感冒的期间就会拉长 了解 所以这个真的是 有时候还是要慎吃慎吃 没错 我们说我们的讲话要慎言 有时候那个吃东西也要慎吃的 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 这个分量的拿捏 好了 我们都说这个榴莲 是我们的这个果王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世界之最 水果之王 世界之最 水果之王 蓝莓 蓝莓原产于美国 有美国水果之王的美誉 这个称号是基于蓝莓含有 丰富的营养成分 属高氨基酸 高心 高钙 高铁 高铜 高维生素等 是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保健国品 此外 蓝莓还具有防止脑神经老化 强心 抗癌 软化血管 增强肌体免疫等等的功效 营养价值远高于苹果 葡萄 橘子等水果 在世卫公布的绿茶等十大健康食品中 蓝莓是唯一入选的水果 真叶樱桃 真叶樱桃也称为阿西罗拉樱桃 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的特色水果 它的外表与我们常见的樱桃十分相似 味道酸甜 真叶樱桃富含维生素C 每100克果实 维生素C的含量高达1800毫克 是猕猴桃的18倍 也是被认为维生素C极高的 藩石流的7倍 因此得名天然维生素C之王 石流 石流有抗氧化之王的美誉 它具有的植化素 如花青素 胺石流肝等 各个都是超级抗氧化剂 在人体的临床研究中发现 石流汁能预防前列腺癌的发生 或延缓其发展 这主要是因为石流汁 除了有丰富的抗氧化功效之外 还含有能抑制癌细胞分裂的柔花酸 对癌细胞有消灭的作用 欢迎继续收看 那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谈的就是榴莲 怎么吃榴莲 怎么发挥榴莲最大的补益了 杰恩 是的 还说到这个榴莲 吃榴莲的时候 从小到大 长辈都教我们 吃了榴莲之后 有一些食物是不可以吃的 尤其是有一种饮料 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喝 就是酒精饮料 有酒精的 尤其是啤酒 那我想请教沈医师 其实在我们吃榴莲的 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哪一些饮料 除了酒之外 是不适合一起吃的 除了酒门说那种 咖啡因重的 咖啡 茶叶 能量饮料 对 也不行啊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吃榴莲腻腻的 想要解腻 很多人讲喝茶 对嘛 我们一说咖啡因的问题 一般也不建议这样子喝 中英的饺子咖啡因 基本上像咖啡 一些茶叶它是比较偏热的 那么榴莲已经是热的 你再喝一些照热的东西 那就很不舒服了 就热上加热了 是的 了解 那这个能量饮料的话 就是那个糖分很高了 对 没错 你知道那个糖分 榴莲又有很高的糖分 那真的是糖上加糖 这种感觉了 OK 那我们厘清了这个部分 以后吃榴莲的时候 记得除了酒不能喝 咖啡不要碰了 茶也尽量不要碰了 能量饮料也远离它就好了 对 那如果是说有些朋友 他可能在 正在吃的中药 这一段时间适合吃榴莲 就是说榴莲跟中药 会不会相冲的相克呢 那要看他吃什么中药 那首先先问一下中医师 你自己的中医师 那我现在吃这个药 适不适合吃榴莲 那么就算你是我们说 外面药材间自己抓的药 或者是母亲包的这些爱心汤之类的 那么你首先要知道 它是偏补益多 还是我们说除了补益之外的 这个疗效的 就好比说可能今天家里 妈妈的午餐煮了药材汤 那可能之后 可能你的晚餐又吃了一些榴莲 那可能就会补上加补 大补了 大补非常补 就会比较热 那如果你体质可能是偏热的话 就会上火了 对 没错 那沈医师刚才您说 除了这个补益之外的这些中药 还有什么中药 就是说哪一方面的功效 也会受影响 那么我们说原本 好像例如我本身体质很燥热 终于是开了一些药 让我轻轻火 让我好吃一点 或者说让我的这个口窗少一点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说清热 你又突然吃了榴莲 那么我们说 你就会把那个药效给抵消掉了 那等于白吃药了是吧 那就等于没用了 了解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这个 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 如果是会加重上火的情况的话 那你这个药材汤里头 你就要知道有没有当归 黄旗 人参跟巴针 一般都会有 对不对 对 家里包装都会用这些 对 所以这些就会让你可能就会不小心上火 是 那刚刚君兵讲那个抵消的那一个的话 就是可能这个成分的话 我们就来看 就是有可能是川心莲 川心莲 这些有比较寒的 或者金银花对吧 一般上火的时候都会用金银花 是是 都是比较偏寒的 鼓咔也是 对 鼓咔在中心的角度是这个清热解毒的 那么它跟这个川心莲跟金银花 都是一些清热的药物的 明白 那如果是上火的症状的话 通常我们怎么样来知道呢 就觉得你有热气 我们所谓的觉得有热气 是不是可能就会有一些溃疡 口腔会溃烂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最主要知道的肯定是喉咙先痛 对 喉咙痛了就开始有长口疮了 肚子又胀胀的 然后大病又大不出 又觉得口干 嘴巴味道很重 甚至有些人比较严重的 他就会有点发烧的情况 身体很热 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怎么办呢 多喝水吗还是 多喝水是一定要的 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资源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认识的中医师呢 请他们帮你开开一些中药 或者是说我们最普遍的一些茶饮 凉茶其实能够帮助缓解 比较清正的这种上火的情况的 所以这个榴莲是很有补益的水果 所以大家还是吃的时候要特别特别地去留意了 对 那在这里有一位观众朋友 他的手机尾号是6983 他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沈医师的 就是吃了榴莲之后觉得发热气和拉肚子 怎么办 就会有拉肚子的情况 首先要先确定一下不是新冠 对 对 对 那么我们说榴莲都是比较粘稠 比较热的 那么在对于有些病人 我们说朋友是身体比较湿 脾胃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你让他吃了榴莲 他就会有上火煎一些腹泻的情况 中医叫做湿热 湿热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起中医师 因为湿热的这个情况是比较难清的 一般上你说我们建议的这些茶饮 或者是食疗 其实很难会去清除这个湿热的情况 那沈医师说到这个湿热 它也是一种上火的表象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说到吃榴莲上火 很多人就怕说你吃太多的话 你上火的话 你身体可能免疫力会不会下降 会不会有其他什么病毒入侵 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再严重一点会不会有这样 这方面的风险 我们说肺脾气 它是一个身体的这个保护层 我们说好像一个超人保护症 你这样子的 那么当你吃了过多的榴莲 你胃就开始胀了 胃也不能够做工了 久了就开始咳嗽喉咙痛 我们说你的肺气也受影响了 那么你的超人的这个保护层 肯定破了很多洞 那外邪不管是我们说普通的感冒 或者是严重的这些传染疾病 它其实会比普通人更加容易 受到这个感染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常这个 整个保护力会下降的话 那包含着现在我们还在 这个疫情期间 这个新冠病毒也比较容易入侵吗 它没有直接的这个 这个影响 但是我们说它会间接 有这样子的影响到 反正现在这段时间 大家最讲求的就是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让免疫力不要下降 但也不要因为口腹之欲 然后让身体有过重的负担 这个是最重要的 没错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的屏障一落的话 这些病毒就容易入侵这样子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说 榴莲除了我们这样子 来开起来吃的话 那如果是说我把它给冰冻 冷着吃的话 会不会那个上火的情况 可能会抵消一点 因为已经冰冻了 当然是不可能 还肯定是热达 我们说这个榴莲本身 性质都是偏热的 不管你把它冷藏 放冰箱 打烂 什么都好 它其实还是偏热的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多说一句 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榴莲蛋糕 你知道它的糖分又很高 然后榴莲糖分很高 蛋糕又很高 那这个就更加地容易上火了 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看榴莲的成分多不多 对 就是它做蛋糕的那个方式 如果是自己的本和料下得很足的话 那个可能就真的是很厉害 或者可能你吃得太多的话 那当然就可能就会 你说榴莲蛋糕 我就想到榴莲糕 那有一些人就会把榴莲汁 做榴莲糕 那这个榴莲糕就更加直接了 那那个真的是糖分 跟榴莲的果肉很多对吗 对 没错 难怪我记得有一次 我那个弟弟就吃榴莲糕 结果就发高烧了 直接 很快 我可以了解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吃榴莲 它的属性还是热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慎吃 所以要调和调和的 没错 那我们小时候吃榴莲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说 你吃了榴莲之后 可能再配一些山竹的果后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这样一个饮食的平衡法 和搭配来调和呢 可以 我们说果王一定会有果后 那么山竹本身它是性良的 他们它的性质就跟榴莲 是恰恰相反的 那么我们说加减嘛 就把它抵消掉 但是也不建议吃多 可是山竹的糖分也很高 对啊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 热跟寒的问题 它还有它的这个热量 糖分这些都是一个考量来的 了解 所以也不建议吃太多 除了山竹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水果 可以取代山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搭配榴莲来吃 可能效果比较好的 那么大家知道凉的水果 肯定是西瓜 对 听起来吃西瓜 西瓜这些也行 那么我们说食物上呢 一个想到肯定是苦瓜 对 这些冬瓜类的这些清热 有点沥湿的效果的这些食物 那么说你可能 有点上火情况之下 你就能够吃一些 可是大前提是 你一定要先知道 自己是不是有上火 是的 那如果说可能你不是上火 可是你就吃了榴莲 然后就吃了这个苦瓜 会不突然一下子冲击太大 而伤到生肌呢 我们说一般上如果太刺激的话 尤其是肠胃 比较敏感的朋友的话 他肯定会先泄啊 突然就肚子脏得半死啊 这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前面 有几种不同的这个草药 可以说草药吗 对 或者是茶饮 茶饮 对 水医师要介绍我们来喝的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好吗 好的 那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说比较简单 也是大家常见的那个 夏商菊听过吗 夏商菊听过 对 那但是这是在 就桑叶 菊花 夏枯草 对 就在这儿 夏枯草 菊花跟桑叶 所以就包水就可以了 对 煮滚包水就好了 出来的效果就会是 是哪一杯呢 夏商菊最右手边的 最右手边 对 它就会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一看 是的 可以在前面吧 对 这样子 我们把夏枯草拿掉 加了薄荷进去 来一个清凉的感觉 对 这也可以 对 就是替代 这个用薄荷来替代 对 可以的 没错 OK 那再来罗汉果呢 罗汉果要怎么样来搭配 罗汉果的话 我们这里搭配的是 夏枯草 夏枯草搭罗汉果 对 那颜色就比较深 这是那个罗汉果的颜色 那么它也是有一个 清热疏风的这个效果的 那么对于有些 稍微有一些壳 或是咽喉一点不舒服 这些是比较好的 这个一颗颗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胖大海 胖大海 对 它的作用是什么 胖大海的话 它本身是比较偏润的 有点清热的作用在的 然后它比较特别是 它的口感特别好 就好像那个 木耳这样对不对 宴菜的感觉 滑滑的这样子 滑滑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你介绍给我们的 对吗 对 你可以说我们说有些人 包那个六味汤 或者是糖水 它都会放一点进去 或者是包汤圆也是可以 那这个单煮吗 还是要再配其他的这些 你可以放甘草 给它有点甜味 或者是你就加一点 适量的冰糖就好了 它本身是没有什么 太重的味道的 我明白 所以这一切都是要煮吗 还是我可能闷着就好了 闷也可以 但是虾枯草 还是建议煮一下比较好 所以这是今天 沈医师带来的三样茶饮 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 身体上火 发热气的话 不妨试一试 而且很容易做嘛 对不对 对 很简单 但是可以尝喝吗 看身体情况 好 了解 所以还是要看对症下药 最重要就是这样子 没错 我们就要谢谢沈医师 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关于榴莲方面的常识 谢谢沈医师 谢谢沈医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有赖医师 来教导我们以榴莲的一些部分 来做一些汤饮 千万别走开 大马其他水果特产 豆蔻 豆蔻原产于摩路加群岛 在十九世纪末 被英殖民政府移植到 槟城 佛罗山贝和大山脚的 五拉币种植 豆蔻是个多用途的水果 除了果肉可以直接食用 和制成豆蔻汁以外 豆蔻的种子还能被当作香料食用 此外 豆蔻花还可以被制成 豆蔻油 适当涂抹在肚子上 可以有效地舒缓胃胃胀风 蛇皮果 蛇皮果在东马一带极为普遍 由于其红褐色鳞片的外皮 很像蛇而得名 蛇皮果的果肉类似于大蒜头 通常具有三至四瓣 吃起来比较板实 口感类似于椰肉 咬起来有点脆 蛇皮果肉对人体的皮肤非常有益 不少人经常将它作为美容水果食用 此外 它是甲含量最高的水果之一 果胶含量也很丰富 对人脑十分有益 因此也有记忆之果的美誉 人心果 人心果表皮和果肉均成褐色 中间有一粒黑色种子 熟透厚的人心果 口感爽脆 香甜 不过基于人心果成长期限较长 加上不易照顾 导致市场上栽种人心果的果源 已经为数不多 人心果在食疗上是 解暑清热的良品 在炎夏食节 口干舌燥 劳动流汗过多时 可以多吃几个人心果消暑 此外 人心果还有调节肠胃 可以积增强体力的作用 欢迎继续收看 好 这个单元呢 我们要用榴莲来入菜了 但你不要误会 不是用榴莲肉 我们今天要用的是榴莲壳 来炖汤 炖一个鸡汤 我们邀请到的是赖志荣中医师 赖医师 你好 主持人好 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榴莲壳 来入菜了 那师傅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食材好不好 好 今天我们是用榴莲壳来炖鸡 那当然主角一定榴莲壳 OK 但大家可能听到榴莲壳 以为是我们会整个去用 比如说这样这个 这个整个榴莲 对对对 可是其实不是的 我们不是整个 我们是取里面的内囊的部分 内囊 白色的部分 对 白色的部分 对 就刚刚东西有讲到 白色的部分 OK 那要不然我们就切一块 给大家看一看 是怎么处理的好不好 好 可以 我就是处理一下 然后你就是把它这样子切 切下去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切好 以后我们就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先简单的这样切一下 它就取出来就变这样一块 就切小块状 所以也就是说 在我们桌上的这一碗 就是我们切好的榴莲壳 让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个内囊 白色的 就是我们你可以切成小块状 然后来入菜 好 这个 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榴莲壳了 那么我看到有党参 对 有党参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党参 红枣 枸杞 其实大家很常常做 什么药膳的一个中药材 所以它相对大家都很会 如果常常煮汤都很了解 党参它就有健脾液气 补血 然后红枣 枸杞 也是有健脾液气 有那个像枸杞还有明目的作用 所以这个都是很平常 大家都会比较了解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加一个姜 对 又加 姜是有点点就是因为 毕竟我们今天主角是鸡肉 那姜有点点给去腥的作用 也有去腥的作用 那赖医师我想请问一下 榴莲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大补大热 对 那我看到有姜 这个不会太过燥热吗 不会 因为我们用的姜是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而已 对 因为我们只是取到一个去腥的腥味 那本身呢 因为刚才提到的嘛 榴莲虽然是它的肉是热的 可是相对的你看呢 我们的榴莲囊它是白色的 白色其实它是有点点比较不会那么热 有点清热的作用 凉 偏凉 但又不是很凉 所以说它在功效来讲 它就变得有点滋阴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来用一点 类似这样清趋火的作用 反正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有 健脾 益气 滋阴的作用这样子 好神奇喔 真的是我们看到榴莲肉是热的 燥热的 但是榴莲壳却是稍微温一点点的 对 再凉一点点 因为那个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变化 你看所有的植物都这样 它不会全部都是很热或是很凉 它一定有一部分是热的一部分凉 它才会综合在一起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材料都介绍完了 我们就要下锅煮了对不对 好 我就准备 这个水大概是多少呢 水大概你可能准备1.5公升的水 1.5公升的水 然后这个大概是100克左右 对 100克 我们今天用大概榴莲内藏是100克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 其实做法很简单 我就把所有的材料连鸡肉啊 全部都放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帮你把这个材料移过来 然后第一个我们现在把这刚刚取的榴莲 其实它做 然后再来是我们常见的档生 它可以有煎皮益气的作用 然后红枣 红枣 对 然后还有一个枸杞 两干米木 所以这个汤是比较平的 就是说不会太过于 热也不会太过于含量 然后姜是去腥 就是两片对吧 对对 然后我们今天鸡肉大概你用500公克的鸡肉 你可以选择鸡瘦肉也可以 或者我们今天选择是一般的鸡肉 鸡胸 鸡腿都可以 都可以 谁自己的口味喜欢 对 谁的口味 然后我们就 然后开火以后 然后开火以后你就给它滚 滚然后滚肺以后 你就给它在小火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滚肺 OK 东西收下去了 开大火把它滚肺 滚肺之后再小火再慢煮三十分钟 然后刚刚有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鸡肉呢 你就可以先汆烫 把一些血水啊 还有一些有些它你的鸡是比较肥的 你可以你不想吃那么油 你就可以把这鸡皮稍微拔掉一下 汆烫一下 洗干净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红枣你要去脂 去脂 对红枣你要给它去脂 对对对 所以这些功夫呢 其实在平时大家在熬汤的时候 应该也会做的 比如说你 对对对 有人不要讲究 就是说我不要那个血水的部分啊 那么或者是我不要那么多油啊 就先像类似说的先处理掉 那个油啊 皮啊的部分啊 都把它清掉了 对 那或者说如果真正 我们真正你也可以用成 比如说我不想用鸡肉 你要用猪肉也可以 猪瘦肉啊 猪排骨啊 都可以的 对 所以很好的一个 温补的一道汤料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大家如果听了说 好像很复杂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我们的 这个食谱我们的recipe 你可以拿笔和纸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稍后回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成品了 我们下 sociedad 我要做一个事 不要紧张 谢谢大家 我觉得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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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正属于高血糖的状态 就会不建议再喝这个东西这样子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了 大家这个榴莲的这一道料理 大家应该看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觉得跃跃欲试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 听从赖医师刚才的建议 先了解一下身体的这个整体状况之后 那么你才决定 谁适合谁不适合 是不需要在家里做这道汤料了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谢谢赖医师了 辛苦了 辛苦了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呢 我们要用榴莲来做甜品 别走开了 待会见 今天真的是来到了魔幻世界 可想而知其实我们人都是透过我们的整个五官 接触这个世界的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世界里头感觉是充满这种幻觉 Illusion的 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那今天就来到了Museum of Illusion 在这里大家就可以体验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有点奇幻 而且整个视觉效果他们就运用了很多的一些不同的造型 来制作一些不一样的一种视觉效果 所以我觉得再来到这里可以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 也很适合就是一家大小可以促进亲子关系 天哪,我好像还没有恍惚神来 因为刚刚就走到这个Valtex圈了 整个感觉就好像是在一个外太空一个科幻的视觉 天旋地钻 真的没有办法去形容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在走着平路 但是整个视觉的效果的重现 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这就是Museum of Illusion的魅力了 刚刚看过了赖医师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汤影 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惊讶和好奇呢 那来到了今天这个环节的安心工作坊 其实我们就要来学习 用这个榴莲的壳 或者是它内部的这个我们说那个白瓢的部分 到底它在制成这个甜品上 会不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创击呢 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 他就是食品科学高级讲师陈淑华 Dodachan老师 Dodachan好 哈喽 好 所以老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算是一种甜品吧 对不对 因为今天要跟我们介绍的叫做 榴莲果冻壮奶 好高级哦 对 因为我们知道 通常我们就是现在是榴莲季节 是 但是很多时候我吃完榴莲过后 那个壳我们通常都是丢掉 真的 有时候看到那些垃圾工作人员 对 真的非常不容易 你知道吗 对 然后通常我们都是用榴莲壳 就像刚才你们讲的 我们会放一些盐 就是喝水觉得可以解热 对 也是有刚才中医师介绍 怎样用榴莲壳来煲汤 所以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 因为榴莲就很吃了很燥热 所以我们可以用榴莲壳来做一道甜品 就是你吃完榴莲过后 然后你可以吃这个甜品来降热 所以这个它帮助我们的功效 就是可以降火 降热 对 好特别哦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要用到的就是这个榴莲壳内部的部分 就是这个白瓢的部分 对 跟刚才我们那个煲烫的大概也类似 对 就把它洗净 然后把它切成这种小块状的这样子 其实这个跟那个煲汤的不太一样 这个如果你没有洗干净也不用紧 因为如果有榴莲肉在上面 它煮出来的那个甜品会更香 有榴莲的味道 真的哦 所以这个反而不需要太干净 不需要 了解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里面我们有这个是蔗糖 还有我已经加了那个蒟蒻粉 蒟蒻果豆粉 蒟蒻果豆粉 就是它会有变成形成一种 蒟蒻果豆这样子的情况 对对 就是英文我们通常叫 Konyaku蒟蒻 Konyaku蒻 你也可以用芽菜粉来代替 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 有Q弹的那种口感 用这个Konyaku蒻 或者是叫蒟蒻果豆粉会比较好 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口感 会比较不一样 它会比较Q弹 那我可以在那里买到就是超市 还是一些蛋糕的一种 那种采购的店都可以买得到吗 都可以买得到 好的 了解 那再来就是这个牛奶吗 这个是鲜牛奶 我们可以用鲜牛奶 或者如果你喜欢椰香味 也可以用椰奶 椰奶跟榴莲 好 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制作呢 这个我们已经切好了 首先我们要把水煮滚 我们把水煮滚过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榴莲的白瓢 放进去水 再加入然后给它那个 对 滚大概五到十分钟 五到十分钟 好 那现在可以请老师加入 那老师刚才有提到吗 就是说其实不需要洗得太干净 因为可以有一些榴莲的果肉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香味 那如果我们本身那个榴莲 它没有很多的这个果肉粘在那个 蘸附上的话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再加一些果肉在里头啊 如果你要再加那果肉的时候 你就这个 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是要捞上来的 捞上来后当你加汤了 过后你在那个时候才加进去 所以如果是大家更喜欢有榴莲 浓郁一点的味道的话 你们可以自行再加一些榴莲的果肉进去 对 是可以的 了解 好 就大概给它煮滚 那煮到大概要怎么样呢 煮到五到十分钟吗 就要让它的味道完全散发出来 对 因为其实这个榴莲白嫖 它是和营养价值很高的 除了它是有很高的那个果胶 它还有丰富的脂肪 还有蛋白质 还有碳水化合物 还有微生物等等 所以等一下它会煮到一个情况 因为它有很多果胶 所以它会煮到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那个水变到很粘稠 粘稠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待会就把它 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给立一下 那个只是要那个粘稠的水而已 对吗 对 好 那之后呢 我们要接下来是怎么样做 接下来如果我们煮滚过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白嫖撈上来 撈起来 然后就有这个粘粘的这个水 因为时间关系了 所以我们大概给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对 我们大概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 如果你在家煮的话 你是需要煮到五到十分钟 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味道了 对 其实是很香 对 蛮香的 好 因为这个现在是榴莲季节 大家很容易就是就拿到这个 食材 平时就没有啊 对不对 好 那之后呢 做些什么 老师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就只是示范收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糖 是 这个糖还有那个蒟蒻粉 加了这个蒟蒻粉的 加下去 加入 OK 好 来 有些朋友会问 为什么我们不要分开这样 为什么要加在一起 因为如果是蒟蒻粉和糖加在一起的话 如果倒进去煮的话 它比较没有这样容易 会连在一起 OK 好 来 请老师 好 加入 OK 就给它那个搅拌 对 也是 那在这个时候整个水里头 就会呈现出 慢慢就会比较结块 对 它会慢慢比较结块 会可能受结粒的情况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必须要快煮 然后过后要一直搅拌 大火快煮吗 大火快煮然后一直搅拌 不然它就很快 它会结块 了解 了解 所以这个是一直要不断地搅拌 对 一直要搅拌 它会不会很容易烧焦啊 不会 所以你看到大火的时候 如果是 过后你可以转小火 明白 就是那个火度 大家可以自己拿捏一下 自己拿捏 它开始浓稠了 开始浓稠 很快的 开始浓稠 很快的 浓稠的感觉了 很像我们在家煮 很像那个厌菜 明白 厌菜糕 好 那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给放出来 对 然后就 然后就会有一个容器 倒入一个容器里头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在这边就给老大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那个半成品 是 好 这个要冷却多久啊老师 这个其实如果是你要快的话 你放在室温 它其实可能半个小时就已经是会 不需要放入冰箱 如果是有些人他喜欢有冰冷的感觉 因为这个是甜品 所以你就可以放进冰箱 大概可能隔了两个小时 你就可以拿出来享用 好 了解 那之后呢 最后再加上牛奶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对 了解 所以今天呢 就教给大家这个榴莲果冻状奶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整个制作过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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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其实它的榴莲香味还是挺重的 对不对 对 很香的 那其实老师这个 通常因为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果冻嘛 对 然后又是鲜奶嘛 我可不可以可能就是一次过 可能做很多果冻 然后我要吃的时候 我就才放入鲜奶 是这样子吗 对 但是不建议放太多天 通常我们如果收冰箱的话 可以收两到四天 因为不然它会开始触水 了解 对 大概三到四天是最最大 不然它就会变成水水的 就不好吃了 它就会开始触水 明白明白 它就会开始触水 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新鲜吃的时候 就是再吃把它放出来 再加上鲜奶 这样子吃那个口感 味道是最好的 对 太棒了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教导我们这个榴莲果冻状奶 就可以冰冰亮亮的可以让我们降火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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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明日主题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疫情上升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这个免疫力 还有我们的这个抗体呢 所以明天记得留守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让我们继续为大家点亮生活每一面 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